早上開講 在台灣高市 今天也開出紅盤 載氣是去六百多點 基礎上官升到一萬八千多點 這是歷史的新冠 下月是收到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四點 另外這個台積電 在盤中也升到七百零八塊 市場的價錢來到十八條 也一樣是歷史的新冠 正觀上請來再次贏 挑家官 希望討一個好採討 更前台北京陽年新春開港日 就快紅盤 十五開盤 就大企超過六百點 基礎上官升到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五點 創下六四位新冠 寬達王台這年是最大的工程 十五上官升到七百零九個的天氣 大企八十三戶 市場上升到十八點三百條 也創下新冠 那台股重新開盤之後 資金全面湧入台積電 台積電在早盤的時候 股價是衝過了七百元大關 創下歷史新高大漲了八到九 這也帶動台股今天的一個大漲 分析書表示台股宏觀期間 台接電ADR在美國蓄貨幅超過百分之十 導致人看好台接電保育的行情 連動台股驚蝕開紅盤 國家全球今年會開始驚入 鋼蝕的順寬 都由作過自古代的鋼蝶出色 政教所再起起行新春團白 金管會主委 陰天母和政教所當事長 臨修明抵修的時候都說 今年剛才遇到很多國台選 帝顏政治必須要注意 也必須要很謹慎 由於我們有多國的政治的選舉 對政治情勢的這樣子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於全球的政經的情勢 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我們臺勢要深具的這樣子的一個 謹慎的心態 不能只是以維持現狀為滿足 我們要比別人加快努力兩倍到三倍 才能夠超前別人 政教所表示 兩年發展重點 會依然由於AI半導體制的 關鍵產業作基礎 推薦所謂列領 和成績領三大 先的經濟產業發展 去應國際級的企業 在台灣正市區 另外也還會期待 比一百億較多的公司 正將發展費的出手 又結合產業經營 用事創大 正將中小企業的領建筒 來修羅指定的領領 正一步可以重大指定的規模 記者 中和報道